高雄前阵气暴爆出了重大的伤亡 昨天新挖出的两名罹难者 居然没有在官方掌握的失联名单里面 中视记者追踪 气暴当晚高雄1999 一共接获了126通寻人的求救电话 不过市府不但没有做后续的追踪 甚至家属查询死亡名单 都是以各资为由来拒绝透露 究竟这一次气暴还有多少人失踪 市府也无从掌握 爆炸一瞬间 整个地面瞬间隆起 吐石飞溅 经过了气机车 全都遭到掩埋 在看一次惊险的画面 气暴瞬间 至少有五辆以上的气机车遭殃 而原本停在路边的消防车 行车记录器拍下气暴的惊人影像 亲眼目睹的消防员 整个人被吓傻 等到回过神来立刻求救 事发之前虽然有不少的民众 打电话到1999询问是否应该及时撤离 不过当时的回应 这是要民众好好地待在家里 对此主管机关表示处置并无不当 那个时候如果让我们的市民是散步在路上 在路上去进行疏散 如果这中间爆炸是发生在这中间的话 恐怕这个现在的伤亡的数字会比现在重 气暴之后总共有135通的协讯电话打到1999 不过目前确定下落的只有90% 等于现在竟然还有12位的民众依然下落不明 记者宋德威里斯前高雄报道